大家好,欢迎来到爱台湾,我是Brian 我前一阵子又收到一个粉丝的来信 是说小贝有做一个影片 介绍英文的ABC要怎么念才正确 然后他说他里面有一些不太确定的地方 所以他想问我一下 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影片 所以今天我就来解释英文的ABC 因为我住在台湾11年 同时我也在台湾当英文老师10年 然后学中文16年 所以我对中文母语者的英文错误 特别是发音跟文法都很了解 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下 一些比较正确的年法 那这一个因为小贝自己的名字里面 有三个会在这一次的名单出现的小错误 我自己也是有两个 所以你可以继续看看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有点困扰 另外,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英文方面的问题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就不多说咯,我们开始咯! A 这个其实基本上就很中文的A 但是会多一个音 就是后面也有一个E的音 所以就是像AE連在一起 A B 中文母语者不会有问题 连这个 因为其实基本上中文已经有这个字嘛 B 只是要记得前面是要用声音的B C 这个我最常听到的错误就是很多人会把它称 C 那你念C的时候 其实听起来比较像S H E 这个C 但是 我们念这个字母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会念声比较像S E E 或是S E E C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做 就是因为中文里面 S 这个音就是S 它不会跟着E 这个母音绑在一起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要稍微盖一下 C D D D对中文母语者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大多问题 但是 很多台湾人很喜欢念猪 那 如果不是一个住在台湾很久的人 或是没有听过这个的人 他就不会知道你在说什么 另外 连我住在台湾这么久 听过这么多次 我还是每一次听到人家念猪的时候 会稍微翻一点白眼 So 我们就念D就好 好不好 E就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因为中文已经有E这个字 它的音一模一样 F 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名单里面 一个会常见的错误 就是因为中文里面的规定 我们不会用很多字母 在一个音阶的结尾 就是说中文里面 我们只有N跟N可以当结尾 我们很多英文的字母的名字 后面是有子音的发音 所以中文母语者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会不知不觉 多加一点点的一个母音 这个就是中文影响到 你外语方面的发音的关系 So 这个我最常听到就是F 我们就要把后面那个U 拿掉就好了 F G 这个在小贝的影片里面 他乱 higher 他是说他常常听到台湾人 它叫自技 就是B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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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一个C 那他说他听到这个时候 会觉得听起来不太对 但是我自己其实觉得 也是最接近的一个中文发音 有一个地方可能跟我们英文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不会微笑那么大 你念G的时候会微笑很大 我们念G就比较不会那么大 除了这个之外 这两个很接近 我比较相信可能小贝那边听到的 最常听到的就是G 那G差别就是它是B音的母音 然后另外也是嘴唇又圆起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圆圆的调味一下 G,H 这个的圆音是跟F一样 台湾常常会听到H 因为我们没有CH这个音在结尾 所以我们就要把那个Y拿掉就好 H I 这个就跟中文的I一模一样 所以也不用多说什么了 J 这一个其实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小问题 这是前面的音 其实比较像G 前面的那个G的音 但是有一些人会把它念成字 不是J J 它前面就是这个JJJ J K 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大部分人都念得很对 L 这个你们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就是在台湾太常听到L 那我们英文母语者听到L 不会听到L 会听到L O 所以这一个要小心 假设你的名字是JIL 那你拼的时候拼J I L L 我会听到然后想几楼啰 所以这个也是跟F跟E 一模一样的状况 我们不习惯在一个音阶后面有O这个音 但是不要多加那个母音 不然这个最有可能会让人家误会 L M 大部分的人都会念对这一个 所以这个可以不用多说什么 哦 只有一点 就是记得念的时候 唇后面要B起来 M N 这个就是这一个名单里面 我自己的名字出现的第一个名字 那N 是我们平常会念的念法 那是台湾大家都知道 比较常听到的是N 那虽然这个对我来说 我听到了我还是会懂 但是 反过来我要拼东西给台湾人的时候 如果我念N 百分之九是九 都会听称M 所以这里要小心一点 特别是你在听的时候 就记得它前面的母音不是 是 是 N 哦 就没有什么问题 就记得跟中文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是后面嘴唇会变小一点 哦 P 中文还是用这个字 想小皮孩的那个皮 所以也不用多说什么 Q 其实对中文文语字来说 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台湾人更可以 因为台语里面也有Q这个字嘛 So 这个不用说什么 R 这个 大概一半的人会念对 一半会念错 那 念错也不会差很远 就是往了后面要多卷舌一点 R S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教书的时候 会像Kirong Bia的一个字 因为台湾常常听到S 就会像拔头发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听得最不舒服 但是 就跟F H一样 后面不用多加一个母音的音 就直接用S S T没什么样的问题 中文也有这个音 U 这一个其实大部分人都念对了 就记得不需要像中文的 U 用B音 直接U就好 U V 大部分人都会念对 只是可能有一些长辈 比较会念成 B 记得它前面不是B的音 是跟F比较接近 牙齿在嘴唇上面 然后用声音 V W W是我们英文 唯一有两个字 在它的名字的一个字音 那它为什么会叫W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两个U在一起 W 双U的意思 W X 那这一个很特别 因为它里面有两个字音的音放在一起 就是跟S 所以中文有三个音X 这里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中文的那个规定 我们不习惯音节后面有一个字音 所以会多出现两个木音的音 我们在台湾常常听到X 那那个2跟2都可以拿掉 先连起这样子 X 然后放在一起 X OK Y 这个中文已经有了外国人嘛 So这个不用说什么啰 Z也是没有什么答的问题 So我们结束了 我们再全部念一次好了 Z W X Y Z 记得我在念的时候 那个音调也是没有关系的 不一定是要其中一个音调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可以回去再看 不用跟我一样的音调 只要注意那个字母的发音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 或是如果你有其他关于英文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然后不要忘记 按赞 订阅 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之后 也不要忘记 你要确定你的通知有打开 因为我发现 有一些粉丝最近 看不到我新的影片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手机没有通知他们 所以 可以进去看一下你的设定队了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谢谢来到Brand爱台湾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启小铃铛